这两天被唐主的小米苏七赛道手撞给刷屏了 应该是赛道刹圈出现刹事肉摔或者是速度太快出现了事故 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我也不下结论是不是车的问题 但仔细看这段视频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安全气囊 发现没有车辆碰撞瞬间苏七的安全气囊是能够迅速爆炸展开没问题的 但关键在于气囊的保压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爆炸后半秒不到的时间全部泄起 那如果后面有其他车辆追尾或者在高速上短时间内二次事故的话 第二次的碰撞就没有任何保护了 要么你就直接撞在方向盘上是不是 要知道高速的连环事故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那是不是其他车的气囊都这样了 并不是这方面其实很多国产车做的比较好 比如像奇瑞的218还有领克06以及广汽传奇的一些车型 他们都搭载了气囊有6秒的保压功能的 也就是说发生事故后气囊爆炸6秒内能够保住气囊内有充足的气压 一旦遇见二次碰撞 6秒内气囊是能够再次保护乘客不受伤害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当然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并不是针对小米 因为很多车型都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希望以后的其他车型能够像奇瑞和领克他们学一学 把超常保压的气囊呢慢慢给普及开来 给我们消费者更多的安全保障 同意的点个赞 感谢观看